风云骤变 重重叠叠的帷幕后 是谁推波助澜 粉黛婀娜 千禧家国天下 是谁花言失色 红墙金瓦 鸡谋算尽 是谁仰天长态 这里是皇家禁院 国宝档案 再续传奇 公元1644年 也就是中国明朝的崇祯十七年 李自成率领农民军 挥师南下 直逼北京城 起义军把北京城团团围住 崇祯皇帝文迅走出紫禁城 直奔北边皇家御院中的万岁山 他登上万岁山 往四周一看 只见火光冲天 他叹了一口气 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这下真完了 让崇祯登高望远 受了惊吓的万岁山 就是今天的井山 他西林北海 难与故宫神武门隔街相望 井山及其附属建筑 不仅是一座供有赏的皇家园林 还具有席设 祭祖 公庚等多重功能 在元代史 这里是个小山丘 名为青山 属于元大内后院的范围 到了明永乐年间 因为这里堆积了很多从护城河挖出的泥土 成为了一座高大的土山 所以改名为万岁山 又因山脚曾堆放过梅 老百姓也称它为梅山 明代皇帝不仅在这里种植了很多花草果木 还修建了众多宫殿 到了清初更名为井山 在古代万岁山一直是位于城中心的最高点 登上山顶可以俯瞰整个京城 崇祯皇帝急匆匆地下了山 回到了一阶之阁的紫禁城 回到紫禁城后 崇祯皇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让文武大臣出主意 但是大臣们一时也想不出退敌之策 此时 北京城内的官僚险贵 都在忙着收拾金银细软 准备逃离京城 3月17日 隆隆的泡声传到紫禁城里 紫禁城里的人 个个吓得四处逃散 就在这时 崇祯最信任的一个太监 为了保命打开了北京城门 迎接启义军 启义军像潮水一样涌进城门 很快占领了北京城 其实启义军首领李自成为了攻占北京 早就派遣了许多人混进京城当差 所以明朝的一举一动 农民军都知道的很清楚 崇祯听说启义军已经攻入了北京城 快被逼疯的他 手里拿着剑 在紫禁城黄吉殿 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内乱砍 他开始痛骂文武大臣 养了一群废物 逆贼都打到家门口了 一点用都没有 突然崇祯不骂了 光的一声扔掉了手里的剑 崇祯失魂落魄的来到后宫 对焦急等待着消息的周皇后说 皇后 明朝完了 两人开始抱头痛哭 崇祯又对周皇后说 你要想让我安心 就知道怎么做 说完 周皇后大哭着头也不回 一口气跑回了昆宁宫 锁上了门 在寝宫内自意而亡 崇祯憋憋撞撞的来到 他最疼爱的年仅十六岁的女儿 长平公主的寝宫 哭着对泪流满面的公主说 孩子呀 你实在不应该出生在帝王家 说着崇祯狠下心来 举起手中的剑 向公主砍去 就在这时 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开始进攻皇城了 各个城门的守军纷纷纷投降起义军 皇城很快就失陷了 眼看明朝就要灭亡了 此时的崇祯皇帝 他又在干些什么呢 1644年3月18日 一个小太监连滚带爬的跑到崇祯皇帝面前说 皇上 逆贼要打到紫禁城了 说完 小太监就仓皇而逃了 崇祯听到这一消息后 不知所措 此时 宫内的太监和宫女们 都各自逃命去了 崇祯身边只剩下太监王承恩 王承恩哭着说 皇上 我们明中召集百官吧 缓过神来的崇祯连忙明中 他在皇集殿前焦急的等着 可是等了半天 一个人也没来 崇祯看着空空荡荡的紫禁城心想 无论如何 我也不能被逆贼擒住 走投无路的两人 亮亮腔腔的逃出了紫禁城的北门 神武门 来到了万岁山 崇祯皇帝看到正对着井山南门的山前殿 停了下来 他一脸惆怅 心想 以前万岁山的山上 豢养着成群的鹤鹿 以玉长寿 每到崇阳节 皇帝都会在这里登高望远 不仅欣赏美景 也借此祈求长生 现在是满眼望去 犹如隔世 崇祯皇帝伤心欲绝地继续往前走 来到了一棵大槐树下 停住了 就在这时 外面泡声震耳 他一下子蹲坐在了地上 看着面前这棵槐树 崇祯哀叹了一声 又转身对王承恩说 没想到 最后我身边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王承恩一边用袖子擦泪 一边说 皇上去哪儿 我就跟着去哪儿 崇祯咬破手指在黄袍上写下了遗照 哀声叹气地又在左手手心上写下了两个字 写完之后 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紫禁城方向发呆 过了一会儿 他慢慢地向槐树挪了一小步 将身上的腰带系在了大槐树上 站在一旁的王承恩心里也知道 崇祯皇帝马上就要离他而去了 王承恩没有劝阻 只是默默地看着崇祯皇帝做他想做的事 崇祯自意身亡 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 十年三十四岁 而太监王承恩在万岁山也上吊而亡 随崇祯皇帝而去 崇祯在万岁山自意 李自成第二天便攻入了紫禁城 他没有勤住崇祯 以为崇祯还活着 如果崇祯还活着 明朝就不算真正的灭亡 他越想啊 心里越不痛快 也是开始让部下四处去寻找崇祯 李自成当即发告示 有献明朝皇帝者赏万金 封伯爵 他还让部下拿着崇祯的画像去城外搜寻 四处查找 就是找不到崇祯 李自成气急败坏地怒吼道 把每个地方翻遍也要找到 他的部下们这次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仔仔细细地翻找着每一个角落 暮色降临 两个部下来到了万岁山 突然看到了一个人吊在了树上 他们嘀咕着 这是怎么回事 他俩把面前的这个人放了下来 逼着画像一看 吓了一跳 这个吊死的人像是崇祯皇帝 他俩慌厉慌张地跑回皇宫 禀告了李自成 李自成派官吏仔细核对后 确定这就是明朝崇祯皇帝 官吏们还发现了崇祯左手手线上写着 天子两个字 那这封遗照到底写的些什么呢 据记载 崇祯留下的遗照所写的内容 大致是 我自己才得微薄 身体雷弱 受到了上天的惩罚 以至于逆贼都打到了家门口 但这都是诸位大臣害了我 他们空谈悟国 畏缩巨战 立主投降 我死都没脸见祖宗了 成真自意而亡 四十多天后 清军打着剿灭逆贼李自成的旗号 进入山海关向北京进攻 很快就推翻了李自成匆忙建立的大顺政权 1644年9月 清朝顺治皇帝从圣经 也就是现在的沈阳 迁都北京 刚在紫禁城稳住脚的清政府 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清政府下令 将万岁山上吊死崇祯的槐树 当作罪犯 拴上大铁链子 直到公元1900年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 将铁链子掠走 这棵槐树一直被锁了近三百年 清政府同时规定 清市皇族成员路过此地 都要下马步行 以此来表示对崇祯皇帝的尊敬 清政府把这棵槐树认定为害死崇祯的罪魁祸首 藏在槐树旁立一杯记载此事 不过石碑现在已经不知去向 除了将槐树定罪外 据清市祖实录记载 清政府还按皇家礼数改葬重甄皇帝 并且为他营建了丝灵建筑 从此让这棵普普通通的歪国树出了大名 引来了后世络绎不绝的访问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